色版选取的应用,那这是一张图,我想把它加上彩色 想办法把白色的地方选起来 那这些工具,左边这些工具几乎都做不到啦 还是只能请色版来帮忙 那色版来帮忙,因为这图倒还单纯 因为它几乎红色、绿色、蓝色都没有呢 那结果你再选哪一个,看哪一个,看起来都差不多 红色、蓝色、绿色、红色 OK吗? 这是,它本来就是红蓝绿,几乎里面红蓝绿什么成分都没有啦 所以这个,来,但是不能去改变它哦 一定只能复制一个,等一下我们利用它来做成选举区 这个 拷贝一个,又接下来呢,就直接点它了,拉过来 选举区就长这样 你看见,白色就是被你选到的地方 白色,那如果是灰阶呢,就是半透明哦 你看懂吗?哦,这个,来,那这里选举啊,以后呢 所以这个地方,回到这里来 这眼镜关掉哦,回到这里来 编辑的拷贝在编辑的贴上 眼镜关掉,你看到这有点像,选起来就长这样 我就可以把,顺利把它选起来 这一般利用左边的工具,这样看来不是很清楚 来,换个颜色吧,加个图层,我给它填个其他颜色在背景 像是蓝色啦,我们要深一点 深蓝色,好,深蓝色,填个深蓝色啦 然后再来编辑,填满,前景色 前景色就是上面这个,背景色 有看到吗?正常的东西,你用什么工具都没有办法把白色的地方选起来 只有色版 那选完以后干嘛呢?还有印象吧?来,这给你看一下,这个 来,回到这里来,我们再来加 前面我们玩过的小小的小游戏,先看这里哦 我再加个图层 开始来图彩色的东西 嗯,这个是,那给它黑色好了 这里,这个图层填黑色好了 编辑,填满,黑色 来,这个哦 那再提醒你,我们的东西是在这里 那这是黑色块 那这里呢,我们要开始来图了 我们前面有学过,用游戏刷 那刷的时候呢 笔头可以大一点,那这个,你看图 老师,我要彩虹耶,也许彩虹可以从这里啦 图了斑,你干脆可以给它彩虹,渐层哦 渐层这里可以,哦,渐层的地方 那现在为什么不给我图呢?因为在这个地方,我看一下 这里,一定要在这里,好 填颜色 彩虹,圆形,渐层 这边有渐层的彩虹在这里 这个,点这里哦 所以待会我在填的时候就是这个色哦 脱衣 老师,这样要做什么? 你看就知道了,我们前面学过,可以把这里当成遮色变,从这里绣出来 点这里把它当成什么 就出来了 哦,后面可以加背景,人可以加在下面哦 哦,人可以加在下面,如果你有人物的话,这边是光影就在它上面 就可以有半透明效果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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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